上半年我国经济先降后升 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 经济运行稳步复苏 基本民生保障有利 市场预期总体向好 社会发展大局稳定 初步合算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456,614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下降1.6% 分季度看 一季度同比下降6.8% 二季度增长3.2%